大家好,大家早上好,我现在跑完步了,正要走路回家,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嘛,在新加坡给你们什么样的印象呢,好像是一个大都市对吗,就很多高楼大厦这样子,但其实新加坡是有很多很美的公园,而且还有一些很原始的一些地方。 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,就是犀牛鸟的家,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这个犀牛鸟,特地帮他们订制设计了他的家,真的是好独特,就有一次在路旁看到的,我给你们看一下,就在前面的一棵大树里。 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下刚才我讲到的犀牛鸟的家,大家可以看得到吗,在这个上面粗粗的,右手边的这个树干上,有一个鸟窝,你看其实它的形状是很独特的, 这眼光线不是很好,可能看的颜色看的不是很清楚,其实它的最上部小小的这一个部分,是有一点红色这样子的。 这是特地根据犀牛鸟的大小啊,尺身高之类的,特地制作了尺寸,放在这边。 现在真的是新牛鸟就比较多长,以前的时候,刚来新加坡的时候,我觉得很稀有,不过呢,现在真的是很容易就看到了。 今天走不一样的路线,就很快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,新加坡的,我住的这边呢,离我家很近,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红树林湿地。 啊,虽然不是很大,但是,就是很累的时候啊,来这边走一走,就觉得会很,心情很好,会很放松。 这边还有一个塔,你爬上去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。 OK,这边呢,走这个,这边的桥就进入了我们的红树林湿地。 虽然不是很大,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。 如果幸运的话,可以看到很大只的螃蟹。 给你们看一下。 看得到吗,你看这些大大小小的,你看那边有一只很大的螃蟹,这些大大小小的都是螃蟹的甲。 然后,如果很幸运的话,这些水里面会有比较大条的挑挑的螃蟹。 就是比较幸运。 嗯,比较少见,通常是在另外一侧。 给你们看一下,今天的水还算是比较清。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浑浑。 等你们走下去。 就有的时候很幸运的时候,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鹦鹉。 还有种鸟。 鹦鹉现在其实在新加坡真的是很普遍很普遍。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,哇,鹦鹉鹉。 但其实真的是好多好多。 是不是很稀奇的东西。 就有太阳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很美。 你看现在太阳出来了,就觉得好漂亮。 这边的水的颜色就有一点不一样了,你看。 这边有一些螺,这些螺呢不懂是已经死掉的,还是说是火的。 你们能看得到吗?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小鱼的,就小小条的。 虽然水的颜色看起来不是很好,但其实水质应该是还可以的。 因为里面其实是有,你看,有很多小鱼很开心的,你看。 看到吗? 通常大条的娃娃,跳跳鱼是在下面的。 我带你们看一下,很快我们就会走出去这边。 光线很好,再看一下后面。 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。 顺便讲一下,其实这边是有好几条路的。 然后呢,我是要走这边,因为是要回家嘛。 这边你看,其实要走到尽头了。 走出去就是公园的另外一边了。 下一次有时间带你们看一看,巴西里公园。 真的是很大很美。 看有没有大条的,跳条鱼在这边。 没有什么水,应该是没有吧。 嗯,没有什么水,所以没有。 今天是看不到的。 你们看一下这棵树,我就觉得好神奇。 虽然经常会看到,不过每次看到都会很感叹。 你看它的树,树根树干,真的是。 已经不知道这算是一棵树还是好多。 好多树这样子缠绕在一起,真的是很美,很漂亮。 我现在已经走出了红树林湿地。 你看很多人拿着摄像机。 现在有很多越有爱好者,他们真的是来等待, 就等待那么一个时刻。 因为我可以看得到很多不一样的鸟,很珍惜的鸟之类的。 所以大家都不介意,在空行的时候啊,就聊聊天。 然后呢,就等到那么一个特殊的时刻。 抓派到一个特别的景物。 这边你看有阳光了,就真的很不一样。 看得到那边的鸟吗?你看。 那是海人,那是鹤。 海人好像是一种鹤。 中文是一种鹤。 这边看一下,现在其实有很多鱼的。 再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侧,另外一侧有不同的种类的鱼。 你看,这些鱼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很自在。 很开心,真的是好多好多。 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清楚。 今天的还有一点不一样。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大条,然后就是会有花纹这样子。 好像斑马的那种花纹那样子的。 特别的漂亮。 OK,那现在我要回家了。 因为我会经常来这边,所以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给大家看。 大家好,我现在走路回家,很快就要到家了。 就是回家之前给大家看一下, 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小公园。 这边其实很美,因为它有一个钓鱼池。 虽然现在有疫情嘛。 但是因为还可以出来活动,所以也有,还是有钓鱼的人。 其实你看在,就是大家没有什么事啊,就坐在这边。 然后看人家钓一下鱼,其实也是可以很惬意的。 OK,那好,现在我真的是要回家了。 下次再见了。 喜欢我的话,请多多关注我哦。 拜拜,再见。 嗯。